字幕提供 而且說實在 這個網友下的註解很好 就說拳擊手打輸了 結果你叫裁判出來 就說我要跟你單挑 我要跟你理論 有這種事情嗎 好好笑 而且我必須講 其實我覺得這個黃國昌 他其實是個新生畏懼 因為現在只是一個暫時處分 連進到本案都沒有 進到本案是8月6號 才要開始進行延遲辯論 現在只是暫時處分 但是黃國昌我覺得 他現在在打預防針 他應該覺得說 這個法律 他可能會覺得他會輸 所以他先趕快 先帶風向 要抹灰大法官 一下子講說什麼 這這麼多人 也就是說什麼是綠的提名 一直都在找理由 說穿了 其實他就是對這個 我覺得他對他的答辯 是沒有信心的 你看到目前為止 尤博翔大法官 只不過問他一個反質詢 到目前為止 反質詢的定義是什麼 他到現在還是說不出來 那像翁曉玲 藐視國會是什麼 藐視國會 基本上這個大法官 都是問他們說 一些基本的法律問題 像是反質詢 藐視國會 到現在答不出來 那我最後要講 我覺得他們的態度 真的都很奇怪 像一般 我們不要說憲法法庭了 我們只是民事訴訟 或是刑事訴訟 不要說大家對大法 對這些法官說很領域 也沒有說要PLP 但是至少 不會有人去嗆法官 你在還沒有開庭之前 你嗆法官是什麼意思 說法官是什麼東西 我覺得他們這樣的那種反應 已經違反了一般人常理的思考 所以冠廷 黃國昌為什麼對於幼兒園狼屍案 他應該出來批評一下 柯文哲跟批評一下 講看看這兩個市政府他們的荒唐的行為才對 為什麼不敢出來批呢 沒有 因為一個是白的 一個是藍的 黃國昌現在就藍的形狀 所以他怎麼可能批 他現在只做一件事情 他現在就是要告訴小草 他是最厲害的 而且這個整個修法沒問題 他現在要做的事情是挑戰大法官 他現在的問題就是要跟大家講說 大法官是錯的 所以你看到最近從整個 整個大法官所做的這樣子的暫時處分以來 黃國昌他並沒有去處理其他事情 這個案子對他來講現在是最關心的 然後他們現在藍跟白 很重要一個核心的點是 要把這個大法官的公信力 把他打到盪來無處 他要把他鬥臭鬥垮 就是共產黨講的鬥臭鬥垮 這四個字 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認為我觀察到的點是 其實黃國昌雖然說 他有律師執照 以前不常出庭 但至少有個法學基本的素養 這個案子你問十個法律專業的人 我認為有十個會跟你講 這案子違憲機率極高 黃國昌對他最後要贏的信心沒有了 所以現在才有廣哥講的 用共產黨那一套 先擺大法官鬥臭鬥爛 最後輸了之後 至少他自己的支持者 可以縮嘴 然後不會一敗塗地 不過 瑞隆 怎麼有這種立法委員 這種立法委員實在是 我很不客氣 他講那幾個話很難聽 你主堂在腳踏 我第一次還聽到說 他找大法官出來辯論了 官司書找法官出來辯論 我第一次聽說 欸 憲法訴訟法難道你沒讀過嗎 沒讀過 哎呀 沒有知識也要看電視嘛 裁定本來就沒有准用散開規定 有竹筆大法官的事情 他現在找個竹筆大法官 他為什麼不找 不接受王毅川 不接受林淑恩的辯論呢 為什麼要找大法官 因為他明知道大法官不可能接受這種辯論嘛 欸 這就是什麼 這是什麼事實挑軟的事喔 黃國昌這一段時間在立法院都一直在玩這個啦 就是他魅於他自己法律的專業啦 他作為法律的博士 他怎麼會不了解東西 但是他為了要騙他的小草 騙他的知識者 只要不斷地魅著自己的良心說話 所以說他從來不敢站出來跟所有人對話 他只敢躲在他自己的直播室裡面 他也不敢跟所有的法律的專業對話 當每個法律的學者專家告訴他 你錯了 你違憲了 你的餘悅的憲法的 餘悅的法律的時候 他也不聽 他全部都橫著罩走 結果等到上了釋憲的時候 這也是程序嘛 當你立法院跟行政院硬僵持住的時候 當然就送到大法官做處理 結果你現在就開始要抹大法官 你還要挑戰大法官 大法官的專業會比你來更弱嗎 更換你有聽過法庭上兩兆有意見的時候說 我有意見 我對法官有意見 我跟法官你來辯論一下 哪有人啊 不要說法官都不會跟你辯論 大法官怎麼跟你辯論 所以黃國昌都知道這些問題 他還是要刻意去做這些 包括像憲法的訴訟法 這些也是啊 故意去挑起把這個大法官的部分 小學去用總額的方法去做調整 他們的做法就是這樣 全部抹黑你的大法官 然後接下來讓你的憲法法庭無法運作 讓你的大法官會議陷入癱瘓